林研书 林研书 林研乨 林研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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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绣花枕头一包草 你以为当绣花枕头很容易啊 你以为当绣花枕头 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吗 也对 像你这种生下来就注定当总裁的人 你根本就不会了解我们这种草根人民 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辛与不易 你就这么理解这句老话了 当然啊 美丽的外表朴实的内心就是这句俗话的意思啊 不管你是多么朴实的秀巴震头 也掩盖不了把家弄成猪窝的现实 我真的很好奇 是田天下女人都是这样的 还是你李宗盛 我是总裁大人 这里是公司 请您公司封明 不要对我莫名其妙地进行人身攻击 这不是人身攻击 我是要告诉你 在公司有公司的规矩 在家有家的规矩 家里的事情回去再说 现在是上班时间 我来找您是在说工作的事 所以还是先看文件吧 在公司就要遵守公司的规矩 我怎么不守规矩啊 随意打算上次的对话 算遵守规矩吧 我是盛宏集团的总裁 不是你李宗盛一个人的总裁 如果所有员工随意闯进来让我看文件 我能正常工作吗 是是是是 您说的都对 您是老大 你说了算 但是事情也跟轻重缓急嘛 我这个文件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直接拿过来向您请示喽 你昨天不是教训我 做人要有责任心嘛 我想了一晚上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所以我熬夜通宵做出了这个宣传方案 这个方案关系到New Face的未来品牌战略 所以请您务必在十分钟之内看完这个文件 因为我已经通知了设计部十分钟之内要开会 您也会出席 一起来投论这个方案 请您公司分明 记得准时出席哦 李烟书啊 李烟书啊 真的 找海莲娜代言 这就是你的挽救方案吗 客户现在投诉的是产品质量 你以为随便找个明星代言 就能粉饰太平啊 就这 我只有十分钟 我只能够了 我的这个挽救方案说白了 不是什么挽救方案 而是一个重塑方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什么意见吗 听起来都是可行 我也觉得可行 这次退货已经让公司赔了很多钱 再请一个明星做代言 那岂不是赔得更多 照你这么说 公司每个月向电视台砸的广告费 都是在赔钱咯 海莲娜从来都没有代言过内衣 这事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就是因为海莲娜从来没有代言过内衣 这样才会更吸引眼球 要是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就投票表决吧 我反对 顾总反对的理由是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不知道 请您明示 海莲娜 这个我最近 不是在跟海莲娜 传绯闻吗 我作为牛菲斯运营总监 找自己的绯闻女友来做代言人 公众会怎么认为 公众一定会认为 海莲娜之所以跟我做朋友 是因为我的身份 是因为我的地位 那样的话 我不就成了一个没有魅力的男人吗 这对我的个人形象非常的不利 我的形象就是公司的形象 我如果成为一个没有魅力的男人 公司还能有未来吗 难道你们不知道 在互联网时代 企业老板的形象 对企业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力吗 所以我坚决反对 用海莲娜做代言人 你这就是在无理取闹 总之 我会投反对票 投赞成票的举手 我赞成 尽快试试 麦克尔 你怎么能当众拆火台呢 你这样我多没面子呀 你能说出这么幼稚的理由 还怕没面子 可这都是我的真实想法呀 这海莲娜做代言 那我 我 多影响我形象啊 你有形象吗 要损害也是盛红的形象 还轮不到你 可是麦克尔 你说过 网站的事情由我说了算 那是前提 你没有任性的胡闹 你明天倒是个不错的提议 为什么还要拒绝 我 麦克 那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了 你现在马上去找一下 海莲娜的联系方式 好的 顾总有何吩咐啊 策划案做得再好 请不到代言人 也不过是一团废纸 只要你不从中作梗就好 那么多的明星模特你不请 非请海莲娜 你故意的吧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真 你太害羞了 这颜先生 李特助 李特助 我的大型同学在电视台 我找他要了海莲娜经纪人的电话号码 这个给你 太快了吧 太好了 好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颜先生 您好 你好 那个我是李嫣书 是升红集团 新闻社设计部的 你好 你有什么事吗 哦 是这样的 海小姐最近有荡期吗 我们想要跟大家谈谈合作 哦 那正好 她在你们公司有个活动 我们就在你们公司见吧 好的好的好的 没问题 谢谢 再见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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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很感兴趣 正好海莲娜就在这附近做活动 我们明天约了见面 我们明天约了见面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 干嘛啊 谢谢啊 这年头在公司里做点事情啊 由下往上比登天还难 由上往下简直易如反掌 有些人呢 抱大腿撑得上是文准狠 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不妨拿来分享一下 让大家也学习一学习 哎呀 你有时间琢磨特殊技巧 不如想想怎么把戳出来的 钢圈给塞回去吧 哦哦对了 钢圈怎么出来的你都不知道 你又怎么知道如何塞进去呢 这回我们一定要拿下海莲娜 不成功 变成人 叶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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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得到经济文 不代表能请得到代言人 别高兴得太早 设计不在十楼 运营不在十五楼 您特地跑了五楼下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哎呀 看来盛红集团真的很闲啊 首席运营官都没事可做 你 顾总您要是没事的话 就留在设计部喝杯咖啡 我还有手先忙了 你 总裁 这个是李特助刚发来的完整计划案 来 总裁 李特助是不是又惹您生气了 没你的事 这个还得麻烦您签一下字 李特助说他着急等您签字 好去申请预算 果然 只有什么肯定跟签有关的 你说什么 我先出去了 我先出去了 等等 你带着猪丹的手稿 猪丹的手稿 猪丹的手稿 你带着宽丹的手稿 你带着去申请终吴 你带着你们